看看新闻网 副主席上将军选 对徐才厚严重危机问题的查处 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 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 表明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 以凌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2014年3月15日 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 决定对徐才厚涉嫌危机问题进行组织调查 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 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 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牟利 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并涉嫌社会犯罪 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会议认为 对徐才厚严重危机问题的查处 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 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 表明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全党全军必须充分认识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把反腐畅联建设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决查处违继违法案件 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 职务高低 只要触犯党纪国法 都要严肃查处 绝不姑息 绝不手软 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 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在党封廉政建设上 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党内绝不允许 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军中也绝不允许 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